党政焦点来看到争夺立法院龙头宝座 国民党又掀起茶壶风暴 立委傅宽奇今天宣布参选国会领袖 主张五大国会改革呼应民众党诉求 更说18个月内如果没有完成就会下台 隔空向韩江配下占帖 而韩国瑜周日则是在合体将启程 宴请台中立委参序 对于傅宽奇的占帖冷回应 对个别委员的行动不予评论 但也喊话在野立委要团结 参选立委正副龙头的国民党韩江配 21号中午再度合体 宴请台中立委当选人参序 面对立委傅宽奇最新表态 要招逐国会领袖 喊出直球对决 韩国瑜也四个字回敬 我们不以评论 在野的所有立法委员团结起来 形成一股强大的监督能力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会并肩作战一起努力 韩江配炮口一致呼吁在野团结 但傅宽奇不仅隔空下舰铁 也宣示18个月内 未完成五大国会改革就会下台 喊话对手要更少 不管谁要来担任国会领袖 都必须要公开的承诺 18个月内要完成所有立法的程序 我想基层小草阴阴的期盼 小草并不小 可以啊 撼动整个国家 撼动整个三合 改革方向呼应民众党团的四项诉求 跟三度提到民众党支持着小草 难道已经布局好 要自己组蓝白核战队吗 大家心中必须要有百姓 这个食物是要改革决心的人来做的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立法委员的座谈会 我们最后一定会非常坚定的支持韩江配 然后我们坚定的往前走 最后大家一定是团结一致 好不容易夺回国会最大党 蓝营内部要是再分裂 这立月龙头宝座恐怕又抢不回 记者综合报道